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先兴 最近为发生到代代病医挂基金 等五天才减载出来说 他是帝到团阅上线路边 大家在欢乐说他怎么会给人 代代表示不需要欢乐啦 按照过去的经验 这种的记录不得多关 有一名七十几岁老先兴 因为发生到代代挂基金 他心也一直找无病因 他也因为无病沉 所以一直点在基金 一直到第五天 来监察发现这名老先兴 得到有团阅神的开放神火楼 代代也兴计众议刷来 够离买房 是因为他的表现是很不典型的 二方面是我们希望宴谈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立刻给我们宴到谈 所以才造成了一点时间的延误 但是这五天 这名老先兴都在基金治疗 开放神火楼可能会团阅 其他在基金是处理的民众跟医药人员 不过代代表是这种机会没大 过去很多医院都每年都会碰上几个病例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不会发生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是不曾发生过 因此而造成家人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是可以比较放心一些 中生存来提醒民众 病医的基金是本来就病困这么多 尤其是经济状况还是一定要来去基金 不过一般的感冒还是万事病 民众可以去经测或是病院文庆来看病 以感觉去给感染的机会 另外处理病院是人最好是来掛水癌 并且来常常洗手 这样就可以对自己的健康 及一点也保护 其次 中生云 中国粮 台北部 在这小时 我们来看台南网或比较乡 这种村民法资源都要在地雷 刚才放在农村在座的喜欢店 电风也成立如油核武中心 串联在地農地産品 与如油的作品 让民众可以大点参与 这是你的雷尚家旗 人家实在有够多 已经超婴了 以前国小的时候 回家的功课就要做这个 然后烧饭 开了农村的廚房和生活的东西 由于开始喝水在小孩时的印象里面 台南网后变乡因为无味道结合品到昆明白了 变得真有名 其实这些农村文化本身也真买人 这几天的假日 事实上我们这里因为把这个乡村把它结合到所谓的农村转型为文化观光 所以他们会来感受这里乡村的文化之产 有丰富的台湾 旅游的资讯 旅游的地图可以提供给游客 更方便可以找到他要参访的一个景点 有前后乡已经让政府来做农村在座的企业店 有很多经关工程当地进行 对昆明众也结局参与农村的专兴 希望在农业以外开创出新的成绩 地下我们该穿戴昆明片交款 戴朗伯德